臺北華泰王子大飯店 在去年十月宣布要結束營業 那麼原地點要改建為複合式大樓 那麼這回飯店就舉辦了特賣會 所有客房裡面的家具 餐廳裡面的用品 通通出售 最低六塊錢起 飯店門口排氣長長人榮 至少超過百位民眾 但這回不是搶BUFFET 而是為了清倉大排賣 這次品牌都賣完了 開賣瞬間秒殺上萬元的運動器材 幾千元就能入手 下殺至少二點五折 成了最夯搶手貨 華泰王子大飯店去年十月宣布 結束營業 飯店所有用品 通通下殺最便宜的玻璃杯 只要六塊錢 不少民眾一早就來搶便宜 所以大概差多少 差大概七八十吧 小冰箱價格最低五百元起 石木辦公桌更只要一千兩百元左右 甚至台燈到掛畫也都有不少民眾 來檢報類似特賣 包括六府皇宮當初還打出五星級 飯店家具萬元福袋 花三點八萬元就帶走價值 五十萬的家具 西華飯店特賣一張椅子 也只要五十元起 同樣引爆民眾大排隊 老牌飯店無奈吹席燈號 靠著特賣會加減補貼虧損 民眾也趁機撿便宜審核包 記者黃周瑋 盧俊明 台北總報道 記者黃周瑋 盧俊明